不論是知名洞林港新關之林 還是科技業大佬薛明志 都曾經花上千萬元注射幹細胞回春 希望能藉此修補老化組織活化細胞功能 當30歲肌膚和60歲的人相比 臉部狀況差多少 輕輕一捏就知道 但想靠幹細胞來回春 打一針就藥價上百萬 貴鄉鄉外也存在著風險 以往的注射會有副作用 會有敏感的問題 將活性的幹細胞成分 有效的保存於保養品當中 那它所帶來的效果會比 以往更溫和更安全 顛覆幹細胞得要靠打針的刻板印象 韓國美妝保養品牌 將幹細胞添加進保養品內 改用擦的也可以 結合了幹細胞再生醫學權威的 車醫院 哈佛大學 以及其他的世界的頂尖的醫療機構 我們一共邀請到差不多3000位的專家博士 在做這樣的一個合作研發 活性幹細胞保養品不僅價格較親民 也讓愛美的女性不必哀針 要在台灣每年1200億元的美容市場中 搶購美麗商機 環宇新聞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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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